大家好,我是希哥 我是五仔 我是希5 大家好,今天我們就講微辣 微辣公關災難? 我不覺得是,有人說 這件事是微辣的公關災難 大家看了微辣這麼久 我相信沒看過一條影片 是 dislike 多過 like 還要過萬個 dislike 簡直是離譜 你們對不對得住微辣? 如果今天大家喜歡的影片請 訂閱啦啦 分享出去給like和pay me 好了,這個微辣大排檔 自幾天前推出之後 看到一個這樣的情況 就 dislike 多過 like 這些情況通常在五仔的影片偶有出現 因為五仔說的話是非常具爭議性的 但微辣的影片是甚麼來的? 娛樂、drama、搞笑、中藝 沒錯啦 你說這些娛樂、搞笑、中藝 為甚麼你給那麼多 dislike 人呢? 其實你們在微辣身上付出過甚麼呢? 除了時間之外 似乎是微辣用了很多時間 去為你們付出多些 但是我看到這個微辣的大排檔 被 dislike 網民是做了兩大原因的 一個呢就是說 Hugo 好像被人欺負 這個素人Hugo 被人欺負 還說你們下次不要找素人 感覺上好像欺凌那樣 然後很多人都去like他的留言 第二個原因呢就是 雲吞歌 五仔說雲吞就最適合了 五仔跟雲吞其實是 真的非常之有緣份 有些人呢 你第一次見面可能就是 點點頭 是不是? 我跟雲吞見第一次面就是去過旅行 在台灣去過旅行 所以我是比較熟悉雲吞的 那微辣的大排檔是玩什麼的呢? 原來這個節目是相當受歡迎的 但是五仔就是 其實沒什麼完整去看過任何一套微辣的大排檔 但是我有個朋友是很喜歡看的 你知道微辣的大排檔是玩什麼的嗎? 喝酒 那我的朋友喜歡看的就是說 微辣的大排檔 好看在就是他其實跟平時的朋友出去喝酒 都是在玩同一樣的東西 都是猜妹啊 輸了啊 就是懲罰啊 那些東西啦 在這個疫症期間 尤其是之前這個禁酒令 就有很多這個港澳人士 都很光顧這個微辣的大排檔 他們的點擊非常之高 那這次就有這個素人Hugo 素人 所謂的素人 其實是什麼呢? 你知道什麼是素人嗎? Nobody 可以這麼說啦 就是新人 又或者是 在AV那裡就經常有些素人的影片 素人就是一些不出名 沒有知名度的新人 素人呢 那大家其實最想看的就是他們的真實反應 我說AV 就是他不是有一個 好像雲吞會那些精湛的演技 就是反應都不會懂得比 即是不懂得比反應 那你知道 你看得多那些老手就會有一些 一號表情 二號反應 三號叫聲 而素人呢 就有一些特別的 清溺的 叫做反應 就會往往令到觀眾 有特殊的 心理狀態 那這次大家看完素人之後 就真的產生了很大的 心理狀態 就是我從來都沒見過 未啦 是dislike多個like 就是我覺得 其實這件事真的很過分 我覺得是觀眾很過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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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首先阿希哥對這件事有什麼看法 我覺得其實一個素人很想的 已經是好朋友才會啦 因為有很多你就算認識一個名人 你未必願意去拋賣那身出來 跟你螢幕前面玩 我覺得 他買出這一步 他們的關係一定是有一定的基礎 是啊 起碼他們一定是朋友先啦 你不要說素人啦 阿希哥或者伍仔那些要走入微辣大排檔 那根本沒有可能的事啦 根本全部都是認識的 Friend 在這一行來說 哇大哥 薇辣要找你上節目 就是了反應 但是他們的重點 網民的重點就是欺凌 欺凌 那我朋友就這樣說了 因為他是微辣大排檔的長期粉絲 那他就說 那些人覺得欺凌欺凌 說什麼 扔他紙巾 推他那些 就是喝大兩杯 好像欺凌 那他說得很嚴重 那我伍仔走去看他們呢 他就打了幾分幾秒 他說推啊 他就這樣 我按下去看 喂 不斷移啊 你起碼你推一下 不是這樣 他這樣而已 就是玩家 推他 推他下去 喂 我現在這樣推了起果一下 那怎麼辦呢 就是放到很大喔 那件事 可能那個勢就像是一個下把位啦 就是我們做戲行所說的下把位 就是欺人 被人欺 被人欺那個 被人欺那個就是下把 那五仔呢 其實你說這些綜藝節目呢 有兩個前輩 五仔也是熟悉的 一個是燦神 我之前跟阿燦哥 合作過演笑會嘛 一個也是經燦神認識的 就是 黃一山 就是世龜 笑聲救地球啦 一個笑聲拍 可能你們也不知道啦 那麼燦神呢 曾經拿了笑聲拍板 就拍 小龜的頭 那當年那些人很喜歡看的 就拍拍拍拍拍的 拿月餅那些月餅蓋 鐵的拍拍的聲 周星馳也很適合看這件事 然後就找了 阿世龜就拍周星馳的 威龍 都是拿月餅蓋拍拍拍拍的 因為他那時候 在這個 電視圈就太紅了 這種所謂的欺凌 在喜劇的世界裏面 有一件事就叫做幸災樂禍 不是說人喜歡幸災樂禍 是人的心理喜歡幸災樂禍 我們看很多喜劇大師 譬如是查理卓別玲 或者是周星馳 他們都會做一些小人物 當中有一些很不幸的事情 譬如很簡單一個女子 就是踩個招牌 然後那些人 弄一些很趣怪的音效 然後那些人就會笑 有影像以來 這個幸災樂禍 其實就是一個 喜劇 歡樂的元素之一 去到剛才說的 燦神小聲救地球 世龜經常被人打 OK 那時候是相當受歡迎的 可以說 世龜其實是被人打紅的 就是這些下把位 我們跟前輩聊天 世龜那時候就跟我說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知道自己的位置 那你是上把的要欺負人的 那我就做下把給你欺負 那都是一場戲而已 那觀眾就看得過癮 有些人過癮 有些人很過份 欺負世龜 那有些人疼翻 那每個人的角色定位都不同 那至於Hugo 這個新人 這個素人 被人 看到就好像欺負他 欺負他 其實老實說 Hugo在這個影片下面 已經流了熱 看完他整段東西 就可以告訴你 當時人都已經發聲 說不算是欺凌 你們又何必欺凌微辣呢 當時人都說 沒有我們是好朋友的 大哥 我們平時都是這樣玩的 這樣玩但又不代表 我們是欺負對方 我們平時都是這樣的 是的 一班男人可以坐在一起喝酒 已經是非常友善 非常友善 拍了一大件事出來 四十幾分鐘 剪接 現在在這個世界 都沒什麼好看 難道你看TVB嗎 未來製作這樣的綜藝節目 適當的意見是沒問題的 你說這樣不好看 然後他又想其他 是不是 但是如果說到 這樣拿出來欺負 別人自己的圍內 都不是這樣說 那件事 那你強行又要放了你的情緒 把我的情緒放大 然後下面 千幾個dislike 三千幾個留言 神經病 看不完 這些真的 是不是 每個人對這些欺凌事件 都會有自己的情緒 加下去 可能小時候被人欺負 覺得這些是不對的 我以前都是這樣被人欺負 打個頭 什麼東西 但是我想告訴你 這是一個節目 這是一個製作出來的節目 有些人說 六毫子不喝 那些 Hugo那些說 其實這個節目 是會有剪接的 是不是 別人沒有拍出來 你們太上心了 對呀 你拍了半個小時的東西 如果半個小時 全部出來了 那條片很悶的 通常 剪留15分鐘 已經很厲害 這個剪片界的表示 那 別人自己也沒事 你們的網民 就開始 叫做 被dislike 欺負他們 就說 微辣 這次不應該這樣 你們就有個道德的審判 就讓我想起 如果當年掌門人 如果當年掌門人 大家可以留言的時候 我相信也是同一件事 為什麼康姐今天的球那麼低 是不是買弄色情 是不是 然後 為什麼要這樣打王祖南 為什麼要側他吃壽司 是不是弱束 那些東西 陳小春這些站在後面做什麼 我不想見到他 你會有很多這樣的東西 是年代的問題 是時代的問題 但是別人當事人都說沒事 那這些網民依然是要 堅持己見 我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為什麼 雲吞的個案 其實都是一樣的 好老實說 我看了高登的文章 就說雲吞 我跟雲吞 就真的認識 可以叫做熟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我們有48個小時 我跟雲吞是兩個 只是對著大家 因為我們大家在台灣 叫做 蝦香 如故之 因為他第一次見到我 他就說 唉吳仔是你 我喜歡見到你這個真人 我跟朋友 讀書的時候看你演戲 他說 他就跟我說 我經常跟朋友扮什麼 黑人鐵人 是不是比較厲害 他很喜歡我這句對白 是啊 他覺得我是 想這些東西很有趣 我跟他聊天 聊了很多很多的 因為大家對的時間 實在太長了 在台灣去一個地方 去另一個地方 要一個半小時 大家坐在旁邊就沒有了 連你家裡有什麼人 都說出來 很多方面 都可以 幫雲吞 辯辯 其實微辣很多人 都幫雲吞 說過的話 好像霍哥的直播 都說過 雲吞有政績 不能經常拍到微辣 霍哥說了這句 就肯定是 是吧 如果他有什麼事 就直接不撐他 或者不發聲 我很 淡淡言地說了這件事 可能網民都不相信 怎麼會 一定是像雪藏 這樣說 那一開始 其實我跟希哥都有想過 因為其實我跟雲吞 我跟雲吞上年年頭 去過台灣之後 就沒有再見過 VChat有聊天 間中問一下他 但是就不敢問他那麼深入 你說人 跟公司的關係 是不是 大家網民都是亂猜的 直到近排尾 找他拍 這個大排檔 我相信 其實簡直是破冰 告訴你 別人找得回 雲吞 代表微辣這家公司 和雲吞本身 是沒有心病的 是不是 有心病我怎麼找你 當然肯定沒事才這樣 那人家 微辣都已經證明了雲吞是沒有心病的 霍哥也證明了雲吞是沒有心病的 為什麼你的網民還要覺得雲吞是有心病的呢 現在五仔也證明雲吞是一個什麼人 那我在連燈 連燈看到這個 叫做微辣的雲吞 是不是收了皮 這樣說 這個叫做不懂 名字 好奇形 他說自從一腳踏兩船後 兩年都沒見過他出片 這樣 剛才說人是不是一腳踏兩船 我問過一個微辣的粉絲 他說 雲吞一定是一腳踏兩船的 然後他說 你怎麼知道 你有什麼證據 他說 不知道 我只是猜一下 猜一下 猜一下也說是 我跟雲吞 雙吞了兩天 剛才說那個微辣 的粉絲 他是沒有見過 countless artists 沒有相處過 我自己 是對著雲吞兩天 我們都說聊了很多 太多密 他甚至跟我分享一些愛情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男生有多喜歡他的女朋友 我又不覺得他是那些會出去搞三搞四的男生 他跟我說 因為他剛剛那時候也是被人開始杯葛 剛剛在網上被人說他 說雲吞 再之前又說一下雞翁那些 其實雲吞跟我太多話說 都解釋給我聽 其實雲吞根本個人就沒有東西 但是就說 你知道這些東西越苗越黑 看看今天五仔是救到你 還是五仔害了你 我覺得雲吞的人是Party King 就是Party King 他去到哪裡都大級人歡樂 講堅我不需要為一個不相熟的人去辯護 我不需要的 我看到他 我有那句我就說那句 我跟他相處過 他去到哪裡都令人很快樂很開心 我會覺得雲吞的人是轉數很快的 想事很快 我覺得有些網民 對他的指控 真的很無情 你說他 他寫東西只會扮女人 還會做些什麼 不是做些角色 哈哈爸爸幾安 大哥 人家是演員來的 他有得選嗎 他沒得選的 正等於五仔那時候 在TVB只做那些收數佬 死飛仔 我有得選嗎 我沒得選的 這是他專業 有哪個演員喜歡扮女人的 我想問問你 沒有的 沒有一個男人喜歡扮女人 除非有浴服癖 雲吞扮女人 扮到他是敬業樂業 他去到台灣 他要買一個手信 就是白雪公主 那個Q版公仔 因為我扮過白雪公主這個角色 所以我 會買這個來紀念我的角色 他真的是一個很專業的演員 我覺得 微奈在一些影片上 真的幫他定了型 這個他自己也不想的 但是他的角色在那裡 就是有一個發揮 其實你問我 雲吞可以很多角色都介入到 如果他減少少肥 但他跟我談過這件事 就說 如果我瘦了 那些人會不會沒有這麼有特色呢 我跟他拍過很多IG片 有些IG片 他在instagram 雲吞有些IG片 在台灣的IG片 是不用炸技部去拍的 他是一個很有Sense 知道怎樣引人開心的一個人 可能微奈的成員聽到五仔講到這裡 你們都會很認同 那麼他的hater就說 他說 我真的看不過眼 說明先說我hater 他說什麼雲吞叫埋雞 用人家的歌 又不著名credit 人家post出來 說明可以隨便拿去用 但請要著名credit 這些也是 人家都說沒有話 他自己拿來講 這個指控我覺得完全不成立 OK 第二 他說 不說他的影片 肥仔平時在學校做終極free racer 一句要拍片 就什麼X都不做 突然消失 我X你 你何利活巨星嗎 你拍片我有錢收嗎 好了 Vrider Vrider 阿希哥的英文都挺好的 雲吞 就是一個人是 一有片拍 學校就走了去 我不知道 你說他學校有什麼 如果你實質證據 就可能在做project 走了去什麼 那你就拿個實質的東西出來 但又沒有 但是如果你說 看到別人一有片拍 就不上學 或者一有片拍就走了去 喂 那就是了 這些是什麼來的 事業來的 是不是呢 工作來的 那又何況 我那時候跟雲吞去台灣 聊了很多 我沒有經理人 他有經理人公司 微辣 就這樣說了一點點 其實他沒有透露給我聽 他來這個工作有多少錢 不過聽完之後 又可以說回別人對他下一個指控 嗯哼 其實他又不是串 他又真的 唉 真的要說一說大家 那他就說了 有次吃東西見到他 他說自己什麼錢都不用 剪頭髮有sponsor 戴錶有g-shocksponsor 穿鞋有飄馬 還叫人跟他拍片 那我唯有抓他拍片拍一輩子 這個真的是真心祝福來的 如果拍片能夠拍一輩子 絕對是一個福氣來的 還要有這麼多sponsor 那我老實說 我們都有sponsor 你頭髮有sponsor 我也有 我眉毛也有 連頭皮也有 你知道嗎 很多的化妝品都有sponsor 所以有時候的水 就是雲吞和外面的東西 不是做這行的人 他們會覺得你是曬夜演夜的 但你跟吳仔希哥那些說 我們是覺得沒事的 對不對 我們還會說 你有cornsponsor 可不可以讓我聯絡一下 我也想要 是不是 但是那位hater是說 雲吞說完有很多sponsor之後 他還說叫人一起拍片 喂 這樣就什麼 益你了 一齊來 join join with me 喂 那為什麼不好呢 他不是說有很多sponsor 你們不認識你 走開 他不是這樣 叫你一起join 為什麼你要欺負他呢 另外一件事就是 他不用怎樣花錢 雲吞的臭小子這句說話 就被人感覺上 我不用花錢 就說 我自己感覺上 雲吞沒什麼錢 這個真的 所以他才這樣說 我不用很多花費 其實叫做 解釋自己 如何堅持拍片 我那次聽過雲吞說他的工作 就說 公司跟他說 有什麼花費 就開一張單 類似是這樣 然後伍仔聽到 哦 那我明白 因為他背後的公司 就是要養很多人 伍仔就是自己 沒有agent 一個一個 其實 雲吞的知名度 一定比伍仔大 在去年的年頭 但是我想告訴你 伍仔接job的價錢 是比雲吞多 因為不用被人抽 那不知道他怎麼談呢 那我感覺上 20歲出頭的男生 剛剛讀書與工作之間 有多少錢呢 你自己一個 十八二十二的男生 你想想有多少錢 他有名字而已 但他不是那些 主要的 就是像你說的 就是扮女人 扮女人 走過那個就是雲吞 你有多可見到雲吞 有一個獨立的單元 有沒有 對 就是很多人 其實老實說 我們做這行是表面風光的 對 就是你不要看到他什麼串 其實不是的 就是他想告訴你 我做這件事 是有這些好的事情 他還叫你一起去拍 喂大哥 你還想怎樣 如果你說人品來說 雲吞的人就是 四位都是朋友 這個四位朋友 他是很轉數很高的 他去到台灣講國語 就可以馬上跟台灣的男生 那些女生 已經是朋友了 你知道五仔 都是很容易跟別人朋友 就是很多 周圍都有朋友 我自問我的氣場 是不夠雲吞親民 對 至於他是會去派對 玩那些 因為他是派對聊的 我經常見過很多相片 一起玩 那可能這種形象 這些相片 就會令到你覺得他這個人 是屁股來的 他憑什麼 又說他多女 但是別人的私生活 老實說 五仔跟他那時候 都說的是兩年前的分享 雲吞告訴我 我也感覺到雲吞 是一個專一 和很喜歡他女朋友的男生 現在就不知道 我現在不理你有沒有 不知道 不知道你有沒有 但是這個指控 我覺得 我就當你雲吞只有兩條女 鄧少磚有三條女 韓申剛剛走了 四個老婆 別人的婚姻愛情感情 那別人的感情東西 又關人什麼事 又怎麼可以 拿來做一個 罵人的指控 那何況他不是 我覺得他不是 如果他做這麼多 沙哩弄重的事情 你猜微辣會不會補他 放他回來做節目呢 不會 是 一定不會 是 對不對 擺得他出來 首先時間要遷就 雲吞除了要出去做事之餘 他本身還是手球隊 是澳門的手球隊 真的有很多額外的事情 不是說 當爺爺有些 你看到沒了 有些成員就全職拍片 雲吞好像還有個妹妹 是不是 他大兒子 人家家的經濟狀況是怎樣 我也不知道 但是老實說 這些疫症期間 本身他很多事情做的時候 太平盛西 我覺得雲吞都不是賺很多錢 所以就說 是不是你們說到他這麼嚇人討 我就覺得不是 他上學那些 他走了去拍片 其實都不影響你 因為他都走了去 他影響的是自己的學業 那我覺得 因為他自己的時間管理得好 就是他自己的問題 這個人 這樣都壞 好像有點奇怪 有些哈里波特那時候 全部小時候都不讀書 都走了去拍 沒錯 這位同學 其實你是 妒忌他的 這麼說 每個人有自己的自由 老實說 你跟他學校的同學 五仔學校的同學 就只有一個 這麼多年來 就只有一個 你跟他是同學 但是如果你這種心態 你不會是他的朋友 你只是妒忌他 他做什麼其實都不關你的事 因為你在他生命中 其實都沒有什麼影響 所以你都不要這麼上心 他成功 你覺得他成功 如果他努力付出他成功 他是應該成功 但如果他沒有做過什麼錯事的話 你們去針對他 我覺得就對一個 幕前的藝人很不公平 尤其是你對他的指控 就說 常常裝女人 那個雲吞 大哥 他想裝女人 你猜 他不想做帥仔小心嗎 誰不想做帥仔小心 我跟他相處過 我就覺得他一定是沒問題 如果你認識雲吞這個人的話 我相信你都會覺得他一個 平易近人的nice guy 至於薇辣 人家說到公關災難 我覺得沒那麼嚴重 其實網民很甘於記憶 這條dislike了你 轉頭就算了 說了別樣 薇辣也不用那麼上心 但這些說話 薇辣自己也不能說 那五仔多口就說一句 你說自己在這件事裡面 怎麼可以好像五仔那麼暢所欲言 喂 人家霍過 直播公開撐都撐過 公開說雲吞沒問題都說過 人家整間公司再找他出來做節目 實質地證明 行動上證明 都做了 你們還要猜猜猜猜猜猜 如果他真的有這些圖式匪問 有沒有受害人出來說一句半句話 有就出來了 都沒有 又是無中生有 搞到雲吞自己這些事情 就不會發聲 越苗就越黑 一說下面的haters又來 所以雲吞也好 微辣也好 其實也不用太上衣 網民也好 大家可以記住一件事 只不過是一個戲劇效果 這件事真的可以跟劉德華好好學習 這是劉德華的超級粉絲 他曾經有一套叫做春富山居圖 類似是垃圾戲的名字 就是很垃圾那部電影 春富山居什麼差野圖 很垃圾那部電影 那些傳媒問劉德華 你這部電影好什麼什麼 這樣就說得很軟轉 劉華說了一句話很帥 真的很帥 你這部電影很垃圾 這部電影不行 下部電影做好一點 劉德華就是這樣而已 這部電影如果做得不好 你不喜歡的話 他下部電影做好一點 薇娜這間公司都應該可以這樣想 有些藝人都可以這樣想 如果這部電影做得不好 就下部電影做好一點 這次的Dislike多 也不代表下一次的Dislike多 以伍仔的角度 我覺得薇娜這次的Dislike多 純粹是一場誤會 各位網民 你們都公道一點 聽完伍仔說話之後 會不會走到別人的Dislike 轉按個Like 有沒有需要這樣做 要不要搞到別人這麼肉酸 那條巴 伍仔這些就沒所謂 雖然你後面鬥龜波鬥死他 但是我 我覺得薇娜是 不應該擁有這麼多Dislike 別人服務了你這麼久 付出了這麼多時間 花了這麼多心思 今天吳仔要說的話就是這麼多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可以訂閱鈴鈴 PayMe支持一下我們 還有給like分享出去 給多些人知道 拜拜 我們下次見 再見